大家好,我是老罗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SIGPAR拖动条的空间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个SIGPAR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拖动滑杆来改变当前的这个值 也可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IGPAR来说 可以设定设置一定范围的这个变量的这个值 通常呢它在这里面是这么一个使用方法 我们先画一幅简单示意图 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应用元件当中来说的话呢 可以什么呢 在这里面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当前这个滑动条 当我们去拖动这个滑动条的时候呢 从它的开始刻度到什么呢 最大的一个结束的这个刻度来说的话呢 拖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改变什么呢 改变它的这个值 比如说改变屏幕的这个亮度啊 或者一些音乐播放的一些什么 音效的这个效果或者是图片的什么呢 一些翻转的这个角度等等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效果 那好,我们现在先来先建一个什么呢 现在先建一个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在这里 我们找到一个Android什么呢 sdkbar吧 sigpod 然后呢,现在在这里啊 然后呢,在这一块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需要就是Android什么呢 可以使用 kbar的使用吧 sigpod 然后呢,在这里面 采用8的这个属性啊 8的这个属性 好,那么8的这个属性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在它的布局文件里面去完成这个效果 完成这个效果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先给它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一个testview 那么这个testview呢 主要是用来显示这个sigpod什么呢 一个一个信息啊 我们给它加一个ID 在这里 等于at加上ID 干什么 testview1吧 然后呢,在这里面把它的这个test呢 显示的文本给它去掉啊 一共在我们得需要什么 需要两个testview 那么第二个testview来说的话呢 我们改用test2吧 testview2 然后呢 第三个来说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sigpod 对吧 sigpod 那么这个sigpod来说的话呢 它的宽度高度呢 我们都采用这种方式啊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宽度 宽度是内容包裹 高度 宽度是填充负双口 还有一个高度采用内容包裹 然后呢 给当前这个空间呢 起一个名称 叫sek什么 bar 2 2 2 在这里面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属性 就是android什么呢 max max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设置100 那么设置这个100来说的话呢 就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当前我们这个sigpod来说的话呢 最大的刻度是什么呢 是100个什么 100个单位值 然后呢 在这里面它还有一些属性 比如android什么呢 proproprogress 那么progress 因为单词在这里面 是进度的意思 那么这个进度来说的话呢 我们设置为30 如果设置为这个值是30来说的话呢 它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说 这里面是1 然后这里面是100 那么中间的刻度在哪里呢 大概是在这里 就是百分之多少呢 一共占30个刻度 对吧 百分之30 好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sigpod呢 我们在什么呢 再设置一下 这个值呢 是sigpod2 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的这个值也是100 然后呢 刻度呢 在这里面是30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属性 叫android什么呢 叫second secondprogre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在这里面是60 那么这个secondprogress来说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第二刻度 那么这里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这个概念就 叫什么第一什么刻度 对吧 第二刻度 那么这个第一刻度跟第二刻度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 在我们实际的这个 这个应用当中来说的话呢 它主要用于什么呢 主要用于我们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播放器 比如说这个视频播放器 主要我这里面写上啊 主要用于什么呢 用于视频播放 播放的效果 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效果 为什么在视频播放效果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呢 假设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里面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主页里面 假设这个是一个视频播放器 对吧 这个视频播放器来说呢 这里面有一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在这里面来说 当我们什么呢 当我们点击什么呢 点击这个播放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进度条在这里 一直往后去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说 一直往后走 但是如果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往速非常快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缓冲的这个速度来说 肯定是要什么 大于我们的什么呢 大于我们播放的这个速度 那这样来说 它就会出现一种什么 遮盖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真正的播放的刻度 然后到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这个颜色第二刻度来说 和第一刻度是不大一样的 那这样来说 就可以在同一个进度 这个拖动条当中来说的话呢 可以起得一个什么 明显的这个效果 第一个是表示 当前播放的这个进度 第二个呢 是表示什么 缓冲的什么 缓冲的这个进度 好 那么设置这两个完了之后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回来 来声明 在activity当中 来把这个功能呢 来完成一下 那么在这个activity当中 来说的话呢 我们得需要什么呢 需要先学习一下 这个sig part当中 来说的话 一个什么呢 一个事件 我们让他实现一个什么呢 实现一个on sig on sig part什么呢 叫有一个sig part change 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他得实现一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方法填了进来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实现这个方法呢 是怎么去编写呢 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呢 它是指定在什么呢 指定在我们sig part上面的 也就是说这个chain已经是表示我们滑动什么 滑动整个滚动条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什么 产生的这个事件 在这里面我们先送一个什么 testview test testview1 这个是testview2 对吧 分别送一个testview 然后呢 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我们来在这个on click这个方法当中啊 on click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什么呢 先把这几个sig part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先把这个先添在这哪 第一个来说的话呢 就是testview等于什么呢 te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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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呢 先添加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这么来讲啊 叫testview testview testview2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再用代码提示一下 看像是testview2 它是小写的 然后呢 还是需要加上一个什么 sig part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s1k sig part this.phit r. 通过这个值来查找一下啊 查找 然后呢 r.id.sig part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值 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1 这个是2 对吧 这个是改成2 然后呢 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 我们分别需要什么呢 需要把这个sig part 来说的话呢 进行什么呢 把这个事件填在进去 s1k.set 什么呢 set有一个onsig lessner changelessner sig part2 setonsig lessner 好 在这里面需要填在这几个功能 然后填在完这几个功能 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事件呢 是这样讲的就是说 当什么呢 当我们去滑动什么呢 滑动 当 滑 滑动什么滑感 滑动 滑反的时候会触发的这个事件 那么触发的这个事件呢 在这里面来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第一 这个是表示我们 表示我们sig part的一个对象 在这里面呢是表示我们的这个刻度 那么这个刻度来说的话呢 在这里面它使用的是什么呢 使用的是一个整数类型 好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好判断一下sig part then get id 等等 什么r then id 什么sig part1 对吧 如果是我们滑动的是第一个滑感来说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testview testview1.settest 然后给它加上什么呢 就是 sek k bar1 的 当前位置是 对吧 然后呢 后面加上什么呢 proprogress 好 这是一个 否则呢 好 否则呢 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设置在 testview2 当中 testview 点什么呢 有一个点 set set test 这写上什么 这是当前的这个sig part2的什么 第二个位置 对吧 这是sig part2的 加上什么呢 progress 好 好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添加完这个事件完之后 我们来解析一下什么呢 解析一下这 这两个事件 这两个 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呢 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从哪里开始什么呢 拖动 对吧 从哪里开始拖动 这个呢 表示从哪里什么 开始什么 停止拖动 表示从哪里 结束什么 结束 拖动 分别在这几个事件当中呢 我们在这里面 分别把它添来进来 那么添来进来 来说的话呢 在这一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还是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这个sig part sig part1k get id 等等 什么r.id 什么sig part1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这句话呢 给它添加进来 那么加进来来说的话呢 在这一块呢 我们这么来写啊 就是 set sig part 就是这样写的 开始什么呢 开始拖动 开始拖动 否则呢 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表示什么呢 就sig part2来说的话呢 开始拖动 好 在这里面什么时候停止呢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也得判断一下什么呢 判断一下这个sig part 1k.get id 等等r.id 什么sig part1 对吧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这个是什么 停止什么呢 停止拖动 好 好 我们把这个关掉啊 停止 好 停止拖动 否则呢 否则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sig part2 就是停止啊 停止拖动 好 那么这个功能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啊 完成完之后呢 在这一块来说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在测试之前呢 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在拖动滑杆的时候 然后在这里面这个整数值来说的话呢 通常是被我们所能用到的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工程给它发布上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拖动 对吧 当前位置 然后呢点击的时候 事件开始出发拖动 然后当前位置在改变 然后不再拖动的时候 释放鼠标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能捕获什么呢 捕获当前跟它的这个位置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刻度条 那么这个刻度条 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就是使用什么 使用的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刻度条 在这里面来说的话呢 进行什么呢 进行一个拖动的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这个刻度条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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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